嗨 我是可恩 今天我要开箱的就是刚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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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发布影片马上剪出来的 Huawei Nova Bar 8号色 1 3 1 3 2 5 金金 好美好行叻 我先讲啊 我这台Nova 8号跟我之前开箱过的Nova 8号 基本可以讲毫无关系 它们除了名字我跟8之外 全部东西都不一样 尤其是这个镜头 你看就懂啊 这个Design 真还醒眸前来啊 有少少辣眼睛啊 OK 我们现在直接进入重点 Huawei Nova 8 四大卖点 1 8号色颜值很高 2 90 曲面屏 3 64MP AI 四镜头 4 66W 的Super Charge 接下来啊 我们就会根据这四大卖点跟你们解释 这次来马来西亚的Nova 8 只有一个颜色可以选罢 就是它们的8号色 为什么叫8呢 因为上一代Nova 7的时候它叫7嘛 这样8它就叫8号色 这样下一代9的时候它就叫9号色 其实就是一个名字罢了啦 但是7号色和8号色都是延续同一个pattern 就是当你拿在太阳光底下的时候 你动一动它折射的光线啊 会从镜头那边射出来 就好像clubbing的舞台灯一样 从一个地方一起散发出去 真的是很鬼死散的咯 可是勒 设计元素是一样 颜值不一样啊嘛 就双胞胎有一个比较帅的样子啊 Nova 8 比起上一代Nova 7 我个人是觉得好看不止一点点 主要也因为Nova 7是玻璃渐变 而Nova 8是屋面MAT的渐变 采用的是双层镀膜工艺 这样哦它更加低调 而且MAT的手感是比较好的 起码你没有手指印的嘛 虽然背面是MAT 但是中框哦 是亮面的 就是说在一块玻璃上面 你做好两种工艺 屋面负责手感好 亮面就负责三下垢 手机重量169g 厚度7.64mm 很轻很薄 屏幕的话曲面屏 可是它不是大驱度的那种瀑布屏哦 它是一点点屈面而已的那种 6.57寸FHD Plus OLED材质 再加上90Hz刷新率 是的Ladies and Gentlemen Nova 8 终于有90Hz刷新率了 不再是60Hz了我的God 90Hz的意思就是 当你在高速刷手机的时候 或者是转换页面的时候 可以更顺畅 然后这次屏幕的色佐呢 也是upgrade了的啦 11色色声Delta一直少过E 所以颜色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啦 重点来了 这就是最多人讨论的Confirm Plus Shop 一定是这个镜头 真的啊 我点眼看的时候 我还在想着 到底是哪个天才设计 就是哦 很像一个Panel 整颗贴在我的手机后面这样的哦 而且还要很突一架 你们自己跟我讲 它像什么 反正有人觉得好看 有人觉得不好看 就好像一开始iPhone X出 那个刘海瓶的时候 有人觉得它像还猪哥哥 创新就像革命 革命是要流血的 总之呢 这个镜头设计是没有人有的啦 集齐的嘎 走在路上 你看到镜头哦 你就可以一眼认出 是Novapar 往好的方面想 是辨识度高啦 想不认得都激难一下啊 那这个Panel Door里面呢 12345 4个镜头加1个Flashlight 最大颗的64MP主色 第二颗2MP人像 第三颗8MP广角 第四颗2MP微距 老实讲哦 当然看参数跟Novapar 是一模一样的哦 可以讲没有升级到什么 而且哦 比起上一代Novapar 还当贵了一丁点 所以我猜这是Novapar的出现 主要就是在这个相机模组这边 换了一个Design罢了 但是不用紧 参数没有升级哦 不代表照片没有升级 处理器优化也会影响照片效果的 如果你们还记得我当时Novapar Novapar的开箱的话 当时候我有讲过 无论是白天的照啊 夜景的照 或者是人相照 我都没有太满意的 那跟他一模一样参数的Novapar 又怎样呢 我这边就拿了Novapar Novapar 还有OPPO Reno6Z来做对比 最前置镜头的话也很不错的 32MP的屏下自拍镜头 再加上美颜 在大太阳底下边走边讲 录个Vlog完全没难度 今天都下雨 然后今天注意不下雨了 然后带大家看看花花草草 而且它跟上一代Novapar 7一样 也有这个Dual View功能 但是之前是拍自己跟风景 现在只有拍风景跟广角风景 充电部分我从来就没有担心过 华为的充电速度 因为真的很快 66W的SuperCharge 15分钟就可以充60% 35分钟就可以充满 电池容量3800mAh 其余配置的话 QRIN 820E处理器 8加128 一种存储组合 不是鸿蒙 是EMUI12 这个极简风的系统蛮喜欢的 还有支持屏下指纹解锁 然后不要再问我 还有没有Google这种问题了 它没有 它用的是华为Mobile Services HMS 所以没有Google 怎样道路Apps 第一打开华为AppGallery 基本上多数的Apps 都可以在这边找到 像是MySechatra WeChat TikTok Telegram Touch & Go GrabFoodPanda这些 其他类还有简映 Beep MadeBank2U Boost Shopee 一大堆啦 二如果你在AppGallery 找不到你要的Apps 比如说Google类的Apps 你都可以在Battle Search 比如说Facebook 你看Install的页面 它就会直接跳去官网下载App 其他的Apps 像是Instagram WhatsApp Google Chrome Waze Messenger Netflix Spotify也是一样 如果要登入Gmail的话 更容易你什么都不用下载 直接到Email Login就可以了 特别特别要讲的就是Pattle Maps 它算是一个新的东西啊 自从华为没有了GMAX的时候 像Google Maps之类的 它的功能性就会减少 所以华为推出了Pattle Maps 它的用法跟Google Maps非常像 输入你要去的地方 有开车的 有火车的 有走路的 有脚踏车的 更好的时候 它还说满你走这条路 有多少个红绿灯 这个不错哦 它这边有点像我在中国的时候用的百度地图 但是没有这样完善啊 整体还需要更多的油画更新 总结来讲嘞 华为Nova 颜值是一定要的啦 8号是我自己也很喜欢 90的刷新率 OLED全面屏 AI四镜头 还有66W的SuperCharge 这四个就是它最大卖点 所以在这方面呢 它会比较突出一点 那其他方面呢 它就会稍微比较逊色 所以在需求上面 你们自己就权衡一下啦 华为Nova 的马来西亚 售价呢就是1899 今天开始已经正式开卖了 在华为的线上线下商店都可以买到 你没有兴趣的话自己去买啦 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